哈囉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一場比賽是 法蘭特對上瑪雅的文明 那瑪雅跟法蘭特應該算是相當有人氣的一個文明 那因為我的影片裡面比較少出現這種人氣文明 然後來拍一些大家比較親民一點的 那為什麼瑪雅也算是親民文明呢 那是因為他的村民會多一點 然後食物少50 然後資源持續會多15% 重點是他的弓箭非常的便宜 弓箭會多便宜10% 城堡10還是20 帝王還是30 這個加成可以省下很多錢 再來就是他的毛病還可以投資第二隻長矛 雖然這個科技到非常大後期的時候會蠻有用的 但是中前期可能不太會去點出這個 中前期都是一個黃金兵種的一個互換 所以比較會難頂到這個 反正是後期才會點 再來是黃金國 黃金國英勇士升級加40% 那他算是... 南美種族 就是有老英國的 老硬裡面是血量最多的 然後也是...應該不算是最硬喔 因為他的...比較尷尬的是 他老硬沒有...到全滿 所以他的...黃金國水會加40% 但...他的強度並不算是最強的 但是可以說是血量最多 所以他算是...可以打... 可以打老英 但是...不是我一個主力的文明 然後...又很尷尬的是他也沒有劍勇 也只有...雙手劍兵 所以...他的近戰是相當偏弱一點的 中南美文明 那...但是他有一個好處是 他的衝車是有全滿的 就變成說...你可以把他當成蒙古來玩 蒙古的一個特別的玩法就是... 重車 重型衝創車 然後再加上蒙古圖技的一個壓制打法 那瑪雅也算是相當類似喔 他的...羽毛劍射手 這個單位也是跑得相當快 跟蒙古圖技... 跑速雖然慢了一點 但玩法其實蠻相近的 重點是那個衝車一樣是...非常痛苦 雖然沒有像蒙古的車... 跑這麼快喔 跑時節這麼跑速 哇這個...豬是不是有點... 殺的不是很好 呵呵... 這個豬死在外面啦 這個有點...算算小小的食物喔 因為正常要讓... 豬死在TC的這個地方比較好 正中心點 我才不會因為你看這樣肉 還要再走路走過去 搬肉放進去然後再走回來 算是... 小失誤啦...問題不大 當然建議還是大家會希望把豬 拉到這裡殺回比較好一點 好再來就是... 看一下法蘭克這邊 那法蘭克應該不用太多解釋喔 應該是蠻多人喜歡玩的一個文明 假如是新手... 都可以來玩法蘭克這個文明 就算你是新手也可以玩 因為他真的很強 就連Viper 也會很難... 擋得住一些高手的法蘭克馬爆 所以算是一個相當強勢的文明 他什麼都很強 騎兵加20%... 的血量就算了 城堡還便宜25%喔 城堡騎兵推 最強的打法兩個都有 然後魔防又是免費的 所以他食物就是一直採一隻手 然後江國也有加素 所以他前期也不弱 而且這個江國採集數增加 是黑暗時代也就有 所以他打前期棒棒 棒棒轉小弓 然後上層的打法也是相當康的 而且也是不失威力 然後上層之後 就可以轉出大量騎士 所以法蘭克算是一個... 打法也算是... 比較多元的一個文明 比較不會有那種局限於... 這個文明前期只能打什麼 反而他並不會有這種狀況 但是他後期的話 小弓就比較尷尬一點 就是沒有強弩 也沒有三級遠防 然後也沒有三級射 基本上 弓箭吸的三個都沒有 通常都會用寶兵直撫手 去補足遠程的 傷害補足的問題 還有出戰毛兵來擋一下 擋戰毛兵... 也算是蠻爛的啦 這邊也有三級射 就是小小出一下 如果真的要出遠程的話 就是出火槍兵跟火炮 當輔助 那正面的話就是... 劍勇 加上... 遊俠的一個打法 為強勢打法 正面來說最終組合通常是這樣子 來看一下兩邊選擇戰術 這邊... 瑪雅選擇了... 22匹小弓開的樣子 對沒錯 這邊是選擇22匹小弓 還點了棒棒 很貪心啦 什麼都要 那這個... 過去可能會升級裝甲喔 瑪雅點了三隻棒棒 很有可能會點裝甲 原因是因為他這邊有蛙筋兩個 然後肉其實也還算蠻多的 還有三隻老天鵝還沒吃 瑪雅這邊剛下 法蘭克這邊 法蘭克這邊選擇是20匹的打法 20匹瑪雅 再來看一下家裡的部分 法蘭克這邊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相對好圍一點 這邊也差不多圍一下 這邊拉過來 基本上就是手差不多了 這裡圍一下 他這邊看起來是蠻貪心的 想要這邊直接圍到這裡 但也是可以啦 但是需要花比較多時間來圍 那相對的話 他要這樣圍 左邊這邊會有很大的一空檔 很容易讓點鑽進來 好做一波燒喔 這裡來看一下 棒棒能不能 做到一些事情呢 感覺是可以的喔 這邊果然點下了裝甲 裝甲來了 六攻 哇 哇 要死了嗎 差一點 哇這個肉馬直接打很殘血 哇你們注意看喔 這個多10滴血 結局就不一樣了 不過是一般的馬 不是法蘭克的已經死了 這個多10怕的血真的是多很多 天啊 剛剛這隻馬就能活一下 好那這邊 小弓 開始升級 這邊耕種技術 也點了下去 感覺是想要打一個 小封劍拿法 不算是一個 想要打到小弄 哇 這邊拉這麼多村民 不好意思 剛好 受不了了嗎 直接開Party 為了搶回這個高地 要付出這個大架 我覺得不太優啊 這個長槍兵被針對了 哇 長槍兵被追著打 哇 但是戳死兩隻馬 已經很賺了 三隻裝甲也沒有死 老硬還活著 然後還引出了六隻村民 這個法蘭克好像有點虧啊 哇這個直接上10強了 哇這邊10強也會好 看來這邊法蘭克相當的小心 看來是要開農藝波了 他仗著法蘭克的食物相當 多的一個情況 不怕 經濟輸人 直接拉了六村 哦 七村 這裡還有一村在發呆 那這邊小弓要騷擾 可能就很難騷擾到了 當然也還行 這邊射箭場只下了一個 所以小弓應該是不會輸太多 但是 比較麻煩的是 瑪雅這邊 開始 要瘋狂補田了 不然肉會趕不上深城堡 然後這邊 來到正面看到 對手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城門也出了 這邊只能做一波小小燒了 這邊肉馬可以鑽進來喔 這邊是沒有圍的喔 完了 蘭克在家裡下了 射箭場 但是這個 狗馬鑽了進來 但好像也鑽不太多什麼東西 這邊已經圍好了 這邊下的也很極限 他剛才發現這裡有空喔 我也沒看到 他即使發現了 他這邊砍了一下田 村民被打 很尷尬 沒空好直接減一 哇 居然外側的村民就這樣被抓掉了 那裡面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這邊收村 海色 射死一 兩隻 哇 這四隻馬換到一村又鑽了進來 哇 都這樣直接走TC的嗎 不是吧 要白給掉了嗎 哇 全部白給 四肉馬換一村 好像 有點虧但 總比沒換到好 好 再來看一下 兩邊村民 目前只差距一村左右 大概輸入兩村至一村 因為剛剛被抓掉一村的關係 經濟上小小落後一點點 但問題沒有很大 因為已經快上城堡時代了 只要上城堡時代之後 這個經濟是能補得回來的 但是這邊兵可能不能按太多 這邊小宮還在按 沒有停 停 小宮的話 這邊經濟 會有點尷尬喔 那這邊 可能在等一個 挖完伐木 還要衝進去的 一個想法 但看起來都沒有機會 這邊蛋毛也續四代八 一攻也上了 那兩邊的資源術 看一下 好目前法輪克的數字是450 相當好 食物明明比人家少 15片田 但食物卻比20片田的瑪雅還要多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的戰毛沒有按得多 肉馬也只按了三隻 這還行喔 相對 瑪雅這邊就比較尷尬一點 按太多的小宮跟 戳戳 戳戳按了五隻 相當的多喔 阿中甲三隻那個 沒話講 反正三隻中甲就是三八不能去鬧 這邊戰毛 直接丟掉了一隻 小宮 這邊兩隻 白給 好這邊 城堡時代直接升級 看一下城堡時代升了 瑪雅 把帥先升上去了 但是 法蘭卡這邊食物稍稍不足了一點 精進出現了一些狀況 這邊四金有點偏多 但還行 因為他這邊純黃金也是可以的 畢竟以上黃金當然也是要 大量花費其次 然後這邊 在家裡也換洞區 做防守就可以了 這邊出來 當哨塔 這個 這一坨兵 在這邊真的是找不到 可以打的位置 把蘭卡這邊上石 想殺的太果斷了 但我覺得他這樣果斷是正確的 因為他的主金在這地方 因為他不圍出來一點的話 確實會很難打 那他城堡位置可能會 插在這裡或在這裡 這邊各的插一個主金手部 就蠻舒服的 或是直接插一隻 這邊的話不知道格子夠不夠 不知道可不可以下城堡 如果不夠的話 就要把這個城堡裡面 把它拆掉才可以下城堡 我們來看一下馬拉雅這邊 上城堡之前 又下了一個射箭城 打算走一個雙射箭射馬的概念 法蘭克這邊是補了一堆房子 但是沒有下馬就 所以是沒有打算打雙馬就爆的意思 感覺是要先開3TC 再爆寶最後的一個打法 畢竟他都下了大石牆 他可能就會這樣子更穩一點 經濟上確實也會以瑪雅一點 以瑪雅這邊看起來是要打強軍事 雙射箭 然後等於下個BK大雪 強奴二級射 開始射爛對方一波 這邊下了二級射了 但是大雪還沒下 那有沒有下BK這邊選擇開了TC 沒有前置BK也沒有大雪 那這邊又拉了村 過來應該也是要開TC了 所以是3TC沒有打強軍事 然後那這邊 法蘭克選擇了也是3TC 兩邊都是3TC 沒有強軍事 法蘭克出了頭死車做防守而已 那這邊兩邊都農的情況下 最後的發展可能有點看不太出來 我們先加速一下 這邊可能就是兩邊互農 那這邊瞧瞧瞧瞧 哇 果然城堡壓了這邊 頭死車出來 那這邊不會有太大的一個戰果 兩邊都在農而已 好 頭死車跟盧炮 OK 這個城堡壓完了 OK 頭死車沒多到 左邊這邊 過來騷擾 夠了可能來到這裡才可以 那這個城堡已經給對手足夠的壓力了 讓對手不會有那種 想要一直去偷黃金的一個想找 黃金一保護好 待會兒就過得蠻舒服 但是馬拉雅也是3TC的關係 為什麼馬拉雅這邊3TC 村民還贏這麼多啊 贏了50 喔沒有 贏了5隻而已 我剛剛看錯了 想贏了50隻龍 好來看一下 還在農 兩邊都在農 這個 這個老頭也出不來 收到冤下了 我沒得去拿 對面對手把地圖鎖得死死的 但是 法蘭克 比馬拉雅率先 點下了帝王時代 喔開始爆馬了 無情爆馬 是哪就 馬拉雅左邊壓了一座城堡 準備上帝王時代 跟對手開丟遠頭 這邊 沒有先下一個遠頭 反正是先按個增兵技術 那這邊 馬拉雅是選擇直接點了遠頭 沒有下增兵技術 遠頭一出來 開始投 兩邊 開始 做一個城堡的 換血動作 但是這邊騎士爆得很快喔 這個有點猛 村民數差了25隻左右 但是騎士的數量有點多 馬拉雅這邊的強奴 大概30隻左右 還是兩邊城堡都沒有修欸 哇這個 城堡是來不及修回來啊 怎麼突然掉了兩個座城堡 好像有點慘 然後遠頭還被投掉了兩台 在這邊三台都沒掉 我看了什麼 哇這邊法蘭克是不是突然被秒殺了 這邊有個洞欸 完蛋 三級馬凱 已經好了 但是三級攻還沒好 游侠還是研發 游侠還有10%左右 這邊全滴了 要直接衝了嗎 這邊被翁 沒有翁到一隻 沒有翁到 差1秒 但是要變身了嗎 脫出有點多 變身了 游侠 藍克游侠 血量192滴 直接前壓 這邊 前置的軍很多喔 大概6級允 炸在軍出游侠會出4 會打不贏喔 完蛋 瑪雅打得超級好 他招這邊法蘭克 戳戳早就準備好了 二防也好了 一攻也好了 瑪雅4攻也點了 化學也上了 什麼都點了 這邊板甲也下了 板甲也在岩巴了 這樣戳戳的防禦就更硬了 這裡就要出來花金 可能也黃金不夠 裡面的金也挖完了 大金要被騷擾到 遊戲結束 這個法蘭克真的沒辦法 太執著於一處遊俠 然後打這面的話 可能就打不贏 因為對手已經準備好了一堆 軍癮 如果是法蘭克玩家的話 可能 還是要出一些戰卯 稍微操控一下 稍微跟對方換一下 也是不錯的選擇 不然這個 戳戳一朵 遊俠再怎麼強 也是沒辦法正面打贏 好啦 那我們這場比賽就到這啦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